Hello 大家好 回到七一丁微影 現在就來到...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世界 叫什麼? 世界縫...這個...俠縫 就是可以去三個世界的地方 上集就說到我打完新合縱 然後... 出門口我發現 是要打那個...之前那個...對... 呃...在研究所另一個那個人 打完之後就拿這個天界之笛 如果這個天界之笛就可以進去這裡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純粹用來對戰 這個是跟火箭兵團三人組打的 這個是跟真身陣的小字打的 其實我上一段影片也有拍到的 但是我發現自己就...比較少說話 有點悶所以就飛一飛 那其實...這個小字和火箭兵團都比較容易打的 因為...它的重也不算很厲害 一來...二來就...它用的技能都比較低低的 好...你叫它一來就開兩下保護就知道什麼事了 好... 那我順便打一次給大家...打一打給大家看一下這裡 嘩...不用這樣啊... 呃... 先等一下先死掉吧... Table龍... 好...不要緊... 嘩...好痛... 剛才那個... 岩石釘啊...對火箭兵團有誠意傷害 噢... 不要啊... 嘩...吃藥死仔包啊... 一起死點... 打完這個也會...它會幫我回血的 刀樹幾好啊... 不是啊...契暴龍... 巨劍蟹... 勞之波動... 不要死... 嘩...居然... 居然打不中... 不過幸運而已... 照相... 卡比... 卡比就成功了 那火箭兵團就不打給大家看了 因為都... 不算太厲害了... 一來就... 沒什麼特別了... 那今集呢...全集都會是打... 對戰... 因為都...我廢之後都沒有什麼劇情 就打完... 拿完之頂之後就進來這裡了 好... 而這一個呢...也是最難打的... 其中一... 呃... 幾一個啊... 這一個是連續打五場的 我打過呢...是非常難打的 它一來就會是超夢夢的 那超夢夢呢... 我... 基本上差不多每一隻都... 都... 痛的 這隻堅果的話呢... 它有隔離打我啦... 所以我出來都沒什麼意思的... 我覺得... 那不如先練一下吧... 讓大家看看這些字講物啦... 是否要跟勢力首領的重構人格代碼呢... 進行五場的連續無二對戰... 那人格代碼用的精靈呢... 為滿等級一隻普通精靈... 以及五隻的傳說精靈... 五場呢...都不會恢復... 真的... 不間斷地打下去啦... 是不是確認挑戰... OK... 超夢... 那就是五隻的神獸加一隻的普通蟲啦... 所以是幾難打的... 我相信我不吃藥都沒可能打得贏... OK... 好... 對...它懂得波導彈... 這裡很麻煩... 這樣的話...我們轉做... 轉快一點點的打去吧... 如果說快一點點的話... 而B盆會不會快進去呢... 真的... 的堅果... 當然是啟布啦... 啟布... 能量扣...OK... 龍星群... 好...先殺第一隻... 烈空座... 因為這個烈空座呢... 有火技... 還有龍技... 而且它有個氣息腰帶... 所以我啟布龍帶都... 危機的... 先見我先... 沒辦法了... 好... 對... 這裡有火技... 起身總之... 不過有時候是不會用火技... 很奇怪... 先保護... 轉走... 然後見馬... 火技啦... 出啦... 但不要緊... 保護岩斌... 岩斌在這裡... 好... 不要... 唉...死了... 蓮馬... 蓮馬... 吸死它... 重甲暴龍... 通常第一個都打得贏... 但第二個真的打不贏... 第二個開始已經黏了... 重光... 重光只是怕火... 那唯有啟布龍... 我特意幫他學了... 殺... 雪拉比... 雪拉比就是草超人力的... 啟布龍應該可以吧... 殺... 放釘... 好狗喔... 迪奧西斯就是... 代歐奇希斯... 代歐奇希斯... 照上吧... OK...殺到... 今場... 也不錯... 難得... 死了一隻而已... 陸地擴展世界的大陸... 這個就難打了... 開始瘋了... 在這裡... 剛行固拉多... 那如果是固拉多... 我相信他這一回合會用地震... 或者怎樣... 啟布龍... 火拳的... 哇...瘋了... 通到瘋了... 這樣一拳打下去... 之前我啟布龍也有水技... 但是他現在... 太陽狀態呢... 用水技就不著數... 會半減了能力... 所以要配招兵技... 要用招兵技打他... 這裡用什麼呢... 火爆喉... 之後用近拳擊打他... 喂...這樣也不死... 呃... 念碼吧... 踩他... 哇...這裡還要吃藥... 真的... 我怎麼打呢... 這裡... 煙果啦... 鐵壁... 好... 已經死了... 呵... 真是神經病... 草技... 草技可能打得死... 對...草技可能打得死... 總之一種... 唉...這隻又是火蟲... 這隻好像是火超人靈... 唉... 又不能輸了... 製造勝利... 輸了... 這個真的超難打... 老實說... 如果我不... 我看過了... 即是我上一集就打算... 即是之前我打算轉了一些技... 即是轉走某些精靈的技... 但發現是沒有什麼技可以轉... 基本上我這一隊已經是要這樣配... 所以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辦法... 除了我不斷打... 還有要回血... 即是中間要回血... 好... 那來多一場吧... 如果再不行就... 等我要再想想... 或者要換寵... 還是怎樣... 第一隻是超夢夢... 啟暴龍先... 而且我覺得有些要換正飯... 欸... 不如... 協衣不換正飯... 我沒有呢... 氣息... 呃... 算了... 還是不要了... 照這樣先... 因為我都想不到被哪隻正飯... 這裡用暴風... 一半OK... 中啊... 麻煩... 好...中... 列空座就是... 巨炎蟹... 南奔... 嘩...不中... 好...玩完了... 看暴龍吧... 看暴龍的急凍光線... 這隻要用火器打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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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死啊... 好...還沒死... 暴龍就葉姨貝... 好... 雪拉比的話... 就是用... 雪拉比是超人力... 這隻... 幾身重點... 啊...不是啊...它是草寵來的... 死了... 在這裡會... 重新一點先... 不要想了... OK... 鞭它... 鞭它... 鞭它都不痛... 所以我要換重... 換熱馬... 沒得想了... 嘩...這裡不要死啊... 不過用完這招應該死的... 對了...死了... 最後那隻是... 奇斯代歐... 暴風... 嘩...這裡差點死... 好... 古拉多... 它應該會用火拳或者電話... 我打算逃跑... 要堂堂正正... 馬上笑了... 火焰拳... 真是神經病... 好...死了... 那...這裡是用草寵吧... 好... V... 火V... 那一隻... 呃... 火爆喉... 劇研一下... 不可以用火爆喉... 岩崩... 製造勝利火技... 哇... 神經病... 用正常... 怪不得了... 好... 這隊用... OK... 鳳凰... 飛行寵... 嘩... 又是黑著我... 死了... 看看它是什麼技... 神聖火焰... 好... 玩完... 算了... 我可能要配天理技... 破太陽... 因為太陽太厲害了... 首都... 地震... 焰反... 呃... 焰反... 沒計算了... 神聖火焰... 劍舞咬... 十二點... 好...沒有了... 我暫時要想一下這個7-1怎麼打... 因為... 很難打... 我沒理由... 五場不斷重新吧... 當然都有這個玩法... 就有這個... 都可以這樣做... 但我又不想這樣做... 對了... 暫時7-1到這裡先了... 我要想一下怎麼打...